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湘是从1997年首播就有她的呀 我怎么不知道 在快乐大本营我是主持人李湘 我是何久 何久 我看的时候是他们三个而且组成了一个铁三角组合 那希望我下一个问题不要再暴露我的年纪了 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看快乐大本营的时候 哪个节目我印象中最深刻呢 就是恐怖箱啊 恐怖箱子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每个嘉宾前面有一个箱子 然后把手伸到箱子里面去摸一个很恐怖的东西 然后给出反应 里面恐怖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这时候有动物啊那种什么水母啊兔子之类的 你不记得吗 我没有看过耶 对呀 你们看过一个节目叫做快乐传真 那个是我最喜欢的节目了 没有耶 快乐传真听起来好像年代有点久远了 那个节目就是说把嘉宾间呢隔开来 除了一个外呢 其他人全部都要戴上耳麦 主持人要给出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第一个人看了之后呢不能说话 只能通过匕首画脚来把这个词 或者在规定的时间内表现给下一个人 后的胃嗨了 下一位 听起来就像是匕首画脚而已啊 是 他是匕首画脚的鼻祖 你当时的印象中的主持人就是最原始的 是什么样的服装呢 好像红红绿绿的吧 还还挺有年代感的 是 而且是沙马特发型 我的妈那是谁中间 那个是李雨春吧 不是啊 是何卷 何老师啊 何老师在我心目中不是这样子的 他只不过是烫了一个玉米烫而已啊 你就认不出来了吗 可是这个维架还是蛮帅的 是 那个时候虽然是留着小平头 可是在那一群妖魔鬼怪的发型中 也就是最正常的那个了 可是我有点不认出 那个人是海涛是吗 海涛怎么这么瘦啊 是啊 海涛那个时候还很年轻 是刚刚毕业就被选中了 闪亮星主播的冠军 然后加盟了快乐家族 他那时候那个发型是我们以前小学 就是最留意起那种一个平刘海 特别厚 然后旁边还留着两个须血 感觉可以瘦脸一样 对 我记得那刘海一般老师都会要求 你把它弄上去 因为他就会闷痘 然后就不让刘 有没有 有 而且我还记得印象中 有张照片广为流传 久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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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久妹还是久妹啊 久妹 我没有看过 我记得好像有的没看过 那很流行啊那首歌 再按摩一 好 红红的脸颊抬着点点的笑 在梦里隐隐缠绕 久妹 久妹 漂亮的美 是不是有种高原红的感觉 对啊 他们为什么都不知道披个图 或者加个啥呢 其实那个年代是有特效的 是吗 对 但是特效就是效果很恐怖 很像鬼花妇 现在的我们连电视剧里的抠图 都不可以接受 却觉得当时的特技高大上 也许这就是快本对于我们的意义吧 不是因为内容有多么的推陈初心 更多的是陪伴我们成长 是青春里的无限循环 还是带走乌云的吸尘器 或者是喜悦的鼓励呢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国际电视 并留下你们的想法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拜拜 我们一起来唱吧 by bwd6 by bwd6 谢谢观看